隨便你不吃可能都要過一兩萬 那其實等一下會有吃嗎 對啊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都不喜歡吃一種東西叫做 歡迎收看米哥上了沒 看看我們這個豪華的背景 看看我們要開箱什麼東西 開箱你新買的家 我也希望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拜託 求乾爹求乾爹好嗎 好啦 我們今天不是要開箱豪宅 我們是要開箱未在豪宅裡面的 頂級燒肉 聽說這邊超難訂的 隨便一吃可能都要過兩萬 他今天出了一款 相對平民的中秋燒肉禮盒 那就跟著我們小明一起來看吧 現在我們來到全台北最頂級 最神秘的燒肉店 飯燒肉 那到底為什麼他那麼厲害那麼神秘 讓大家一味難求咧 我們現在就來歡迎飯燒肉的總經理TERRY 幫我們介紹 歡迎TERRY 大家好我是飯燒肉的主廚TERRY 那TERRY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飯燒肉的背景嗎 你不是說很厲害 因為我們的品牌其實跟日本的一個 東京一個很厲害的那個燒肉店叫 酪肉禮庫分鎖開玩的一個精美分店 這個燒肉店其實在日本的話非常 對 他又破過很多的那個獎項 然後也是 日本有一個叫 他被惡毒的網站就是如果你要吃美食的話 他會是在燒肉的那個香廳裡面 比分最高的 超厲害的 對 比分最高的 那這一間的店就是13年前打造 ROROLICO的那個原始店的設計師 然後他們的原版人馬來台灣做 把那個裝潢的氛圍一直來台灣 是是是 對 除了大家所有來看我們的裝潢 他其實有一點特殊 因為他是還有管一些木製的花衣 還有這些設備 他們在台語上都做得非常之好 這也是我從 對 日本 去的去完日本研修跟去吃完燒肉才發現 為什麼台灣的燒肉一定對到一個人這麼大 而且號稱就是完全身上會有味道的厲害 就是不用就是覺得 燒肉就是會很臭什麼 對 對 對 你可以慎雙出席不用擔心 HERRY聽說這一次 首次推出一個中秋節燒肉 我們今天從那裡都沒有過 沒錯 真的超厲害的肉也很多耶 這一次的主題其實就是在 會有兩款的牛繩 就是厚的那個很薄的 那還有一款比較特殊的話 就是在店裡其實我就是沒有用的牛肉 那我這一次有準備 美國的牛肉 就是在這個禮物裡面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四種的這個 這個日本的朋友 其實大家朋友吃多還是會有點油膩 所以我就用了三種國家 有澳洲的就是牛繩 美國的牛小排 然後還有四種部位的這個和牛 那這是和牛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話 就是我有放了一塊牛排 那這個厚度的話 我自己認為其實大家如果在家裡間的話 應該還是會很好表現的一個東西 很少看到就是這種燒肉裡面 會有牛它應該很厲害 會不會很難烤 其實不會很難烤 等一下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其實它還蠻容易的 那我們選用的這個和牛 那不然還是都是從九州 那現在有三個部位是共起的 然後有一個部位的話是 如果很老大 多餘的油膩 金的修器呢 我其實還有考量到 我們自己在家裡烤肉的時候 可能的話只會有點黏黃 所以我其實在肉片上都有做調整破補 大家在烤的時候啊 吃飯有上一點油膩 把牙翻面的時候 它就不至於可能會很容易破掉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烤了 Herry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在開始烤之前也想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的燒肉組 除了肉以外 我有附一罐這個燒肉醬 然後還有一罐那個果醋醬 這次的辣油 柚子的胡椒 這個是裡面有附的 另外啊 我會想說如果大家在家裡 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在自己多加準備的東西 比如說 香 泡餐 對 它可能 蠻現成的也是沒有關係 檸檬醬 大的蒜片 跟這個 哇沙米 稍微把蔥多碎完以後 然後稍微做一些調味 把這個肉包著一起吃 喔 那還有這個生菜 保證這邊還有一個醬料 這個 味噌醬 對 還有一個味噌醬 其實是比較韓式的吃法 大家在家裡如果追劇 都會拿著那個有沒有 烤好的肉 放一個泡菜 好錢喔 它會為你吃 那主廚要為我吃嗎 對 那主廚我想要先吃這個牛層 它很厲害很厚耶 對 你是要先吃厚的 還是要先吃飽 厚的一定要先吃 對我先上一點這個 黃子 黃子啊 稍微如果有加熱比較久的話 你還是得可能上一點 麻油下去 然後我就先烤 因為我們現在壽司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烤完的時候 再沾醬就可以了 厚的話可以稍微瘦一點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記得要翻面 希望它可以呈現一個 金黃的顏色出來 然後現在這個都還不夠 因為它開始你看 它那個油脂滴下去 火會跑上來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要少移動它一下 但是移動是左右移動 沒有要翻面 顏色就很漂亮 另外一個面再烤到那個顏色就可以了 學到我知道了 對 所以只要是烤種肉類都 切雞不要一直翻面 所以切雞真的不要一直翻面 你看它這樣子就OK 我們牛舌可以吃了 我現在來開吃囉 我現在有口感很鮮脆 對很脆 然後因為檸檬 它就是帶了一點它的甜度 出來 帶了那個鹽 我剛剛就是讀說好像傻眼 有點多 那剛剛好耶 對因為它是比較厚的 你一開始觸碰到那個味覺的時候 雖然會有點鹹 但是你在咬的時候 下面那邊沒有鹽 那你還是溫腫不能喝掉對不對 對 我們的這個薄片啊 就是它其實 大部分都是瘦工錢的 這個它有點薄 但大家在烤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也是有刷麻油 你可以稍微把眼多夾起來 在這個上面刷一下 然後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讓它開始 開始收熱 它收熱的時候它會有一點一直縮 然後慢慢的凸起來 你這樣會直接去壓它 不會 但是你可以把它翻一下 然後這樣動一下 它其實最好的熟度 就是烤蛋麵 很薄片的牛舌 它最好的熟度的話 應該差不多就是五分熟 就好了 它有點鼓起來 然後有點粗流石 有沒有 然後這種感覺 就可以拿起來了 就可以拿起來了 它會稍微比後的牛舌更有彈性 對 對 也是很彈性 可是它也一樣有牛舌 對 然後你看 桌花的味道 你有加進去的時候 你在咬的時候 有那個香氣 對 那個醬汁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 會烤這個牛五花 然後我們用這個醬料 然後我們的燒肉醬 因為裡面會有一點味噌 那這個使用切到羊羊 你可以用兩個碗 一個是生死沾的 那你到時候就是這個都副生死了 對 所以如果我現在先烤一個 牛五花是烤肉醬 然後這個肉 我們直接泡進去 好 我就泡進去 好 那因為它這個吃也很快 所以你泡進去完以後 就可以泡下去 那牛五花也是一樣 我們也要輕易的翻面 那其實牛五花最好吃的狀態 一次翻 一次面就好 它有一點點鼓起來 也是上面有一點水分 所以你看 肉質已經開始在滴了 這邊的顏色也開始 才可以翻面 很漂亮 對 這個很漂亮 這樣OK 對 試試看看 烤肉的味道 這個牛小排 感覺是會帶著一點點的肉感 有肉感 就吃得到肉質 它都不油喔 油脂 我覺得狀況很好 對 這個醬汁的話 因為是我們自己一條 你看 要看它就是 可能就這樣子 猜一下它 可能有 裡面有多少東西 我猜好複足 來 請跟猜 十 八 對 再乘一個 它有三十種 裡面有三十種東西 加醬油就有三種 然後水果可能有幾種 再甜度 鹹度 酸度 的一個 很便宜的那個 完美的一個比例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都不喜歡吃一種東西 叫做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你喜歡 那裡面有一點點 那都是可以幫助 小滑 吃完 這樣走一口而已 舒服 不會覺得 最油膩 嘴巴結合帶 好像不會那麼嗆 接下來 我們就來吃這個 這個是 推三角 牛肉的後腿 又是最豐富的一個部分 那個點像我們可以配一點這個 又是古椒 肉在預熱的時候 油脂會濃郁 所以它其實就在幫整個網汁 上一層薄一層蓋 可以熟一些鮮 它的油脂就烤出它的油脂 大家在吃的時候 稍微再把它剪一半 對 薑的大小會比較好 比較好入口 莫子胡椒的鹹度會比較重 所以這個肉如果加這個的話 不一定要再多 多撒鹽 對 欸 我喜歡這個 更剩你往撒鹽 對 如果我們在家自己吃的時候 為什麼往撒鹽要先吃 因為味道還是希望它是有 蛋的到壯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這一個 是那個一板肉 對 一板肉的話 在那個日本燒肉店 也算是一個高級肉 它是在那個 我們後腿上面的 它的日文叫做 雜不動是坐墊的意思 所以就是那隻牛上面放 晚餐或是坐墊的 那個那個骨味 對對對 所以一開始有時候去日本 看那個陪牛 雜不動 差不多也是一個部位嗎 他說對 待會兒的話 因為這個肉的話 我們又再翻另外一個味道 這個果醋醬 這感覺厲害 是像鏡頭的 這個果醋醬其實是 我們自己跟日本進口的 對 所以這個四面上會滿滿的 除了肉選的好吃的話 調味 對對對 肉食客的骨面 這樣要多少錢 可能雞百塊啦 肉我基本沒有剩 我們就用這些壽司的甜味道 所以果醋醬有鮮味嗎 有 有有 把醬油跟那個果醋一起 合在一起 好幸福喔 大概就是愛情的味道 大概就是 對 一片兩百一片兩百 一片接一片 對 對 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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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那個燒肉加上辣的 會是什麼 那我先來試試看那個 我的底油紅白上辣的效果 哪些都無法想像的味道 它很明顯的那種 魚花椒的那種香氣 但是那個油的香氣跟甜度 是沒有的 對 對 就真的不是辣 真的不是辣 好那接下來我要來幫大家 介紹這個吃生牛排 那因為這一次的主題 中間稍微理由裡面 我放了這塊牛排 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 有吃到燒烤牛排的這個感覺 反正不管怎麼樣 王子如果熱了 或是烤盤熱了 那你就把這個肉就放下去 真的不用太在意它 緊緊的先讓它自己受熱 我現在外面給你看 這個感覺很好看 有沒有 超完美的金黃色耶 這個時候你可以準備一個盤子 我們這個牛排 如果精緻的話 它其實有點不小 就是第一個它會鎖住 它的肉質 第二個是它的溫度 會慢慢滑到裡面去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有關 那個逆紋順 像現在肉是這樣長 我們就是逆紋切 所以是這樣切 你吃了一塊我最喜歡吃的肉 我最想要吃最後跟前面 所以廚主也喜歡吃旁邊 肉吃會有一點牛脯感 然後有咬下去的牛脂出來 對 剛剛好 然後很嫩 外面的牛脯都很嫩 你看 那我們這個其實整套肉 然後我有精算過就是 它是六百克 所以差不多約二十盎司左右 小家庭這樣剛好 對 在英南 會有可以直接坐在配合訂購 那或者是你要詩勸我們 然後我都 這都可以看你 怎麼樣幫你做安排 那裡面什麼都可以配送 我們是四千八百塊 是人分 我就是一個人在家裡花一千塊 其實就可以很滿足 而且 就是天地應該沒辦法 就知道這個價格對不對 不是沒辦法 你絕對沒辦法 對 好 佛心的鮮量組合 謝謝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帶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你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說 我們昨天比較多過啊 我們烤肉喜歡烤什麼啊 跟上海美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等一下我再問一下 不好意思 我會問我出來好多問題 不會不會不會 其實我們是這樣子 全部都可以問 欸因為 就是牛排的最好的口感 主廚是不是覺得烤術這塊人很厲害 誰烤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